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仔 那么最终呢最近呢我们也看到呢足球报曾经提到李铁在5月份呢就会结束他的一个关押 那么后续呢将会针对他的一些违法乱纪行为进行宣判 那么就在最近呢随着李铁这个事情的影响之下 我们看到和他身边有关系的一些相关人员这些事业啊包括口碑和形象呢 也都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些攻击和打击 在这其中呢贾秀权和朱广库受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贾秀权的一些问题啊 那么在此前从我们中国女竹的一个率位下来之后呢 本身按照他的一个实力和水平或者说在整个中国足团的一些影响力的话 完全呢可以选择一支优秀的一线队伍来进行执照 但是因为在最新的一些风波影响的情况下的话 其实贾秀权的一些口碑毁于参半 那么在最新呢只能够到一些很低级别的联赛进行执照 在3月份的时候呢根据媒体人李璇透渡的消息呢 贾秀权呢是执照了一支中冠球队也就是蔚南市的业余球队 结果呢在最近中冠的联赛开始之后呢 他的这支球队却没有出现在报名名单当中 这也意味着呢贾秀权代理的这支球队啊 而且还号称是国字号的一个班底 结果到头来呢连参赛的机会都没有 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 对于贾秀权来说啊应该也是备受打击的 奋斗了大半辈子 本身呢战上了我们中国足球的最顶端 结果现在呢又掉到最底端 甚至连比赛的一个机会都没有 你想象一下对于他这个老陈来说 会是一个多么欲哭无泪的一个结果 另外一方面除了贾秀权之外呢 朱广库啊影响也非常的大了 首先我们很清楚呢 朱广库是李铁以及郝伟的恩师 但是在目前来看呢他们这两个弟子呢 都接二连三出现了各种问题 首先李铁就不用说了 那么接下来按照媒体人推测的消息啊 不排除他的刑期有可能在十年以上 任何一条罪状呢都有可能的 导致他的职业牙彻底毁掉 而在之前的话 李铁之所以能够复赠成为中国国族的主帅 这背后呢是得到了朱广库的力挺的 所以这一次出现这个事情对于朱广库来说啊 这个晚节是很难保的 另外一方面呢 郝伟在最近呢也已经是神秘失联 之前呢有一些球员也曝光 郝伟呢正在酒店接受调查 那么加一点的话 对于朱广库来说呢 同样就再度受到了一些质疑的 他们在这些年呢辛辛苦苦 为整个中国主团贡献了这么多的一些人才 结果到晚年之后呢 自己的徒弟却接二连三出事 对他这个老人家来说啊 也是一个非常悲剧的事情 但我觉得呢 目前来看的话 不管是贾秀全还是朱广库啊 他们面临现在这样的一些境遇呢 也都是他们呢 当年种下的花结下的果 所以也没有说去可怜谁 这都是他们呢 做出了选择什么应该面对的一个结果 接下来呢 我们也希望我们中国主团反腐 能够继续持续下去 除了让李铁这些人受到惩罚之外呢 我们也希望啊 那些暂时还没有出问题 但是已经在背地里做了错事的人呢 同样都可以一一找到清查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